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总喜欢色相味聚全 所以色相卖相很重要 我们吃点赞 大概我们先讲一下分哪几种 在政府规定的十七加一里面是竹坊不及备债 我们以协会的最容易排除的原则挑出五大类 五大类 首先是调味 调味剂 鲜味剂 盐巴不算吧 不算了 人工的调味剂 人工的调味剂 人工的鲜味剂 那味精算吗 味精算 就是增加味道 增加酸甜苦辣 最厉害的叫做鲜味 就是有味精的鲜味 假的饮料就是里面果汁含量 或者是什么含量只有5% 可是喝起来很像的这种人工甜味 人工香 橘子香 味道香 果香 其实都算是色素香料 然后再来品质改良剂是什么 品质改良剂主要就是保湿 没有湿 干燥 氧化 虾仁就是已经泡到不能再泡的东西 虾仁 磷酸甜 像这种丸子类 就是你要吃到一个感觉 它口感上有湿润 然后或是有一定的弹性 往往都会添加磷酸甜 那它其实是合法添加物 但是就是说用量要去注意拿捏 就是这一盘吗 我不敢说全部都有 如果没有加磷酸甜 它吃起来会什么感觉 它其实加起来口感就不会这么的润 好鲜 不会这么的润 不会这么的清香 因为其实 你可以用比较 没有那么文青的形容词吗 就是 盘牙 珍珠的那种Q的口感 没有Q感 对 就会吃起来有点柴柴的这样子 好 你就把它想成肉丸是不是咬下去就软啪啪的感觉 对 所以当你磷酸盐加的少或不加磷酸盐的贡丸 它吃起来的口感性 就是肉而已 对 没有那种弹性 薄膜没有不支破掉的那种感觉 那这一定有啊 你看这这么Q 其实这一盘啊 前三大类宝版的肉量不够 那种鲜味肉味根本出不来 所以一定会有鲜味剂 保水 保水 然后像你看到的这种色泽 颜色 这做出两只兔子 对 其实那个鲜味剂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看 有什么刺飘零 什么鸟胺甘酸 那些那个形容词全部都是鲜味剂 它就是仿香菇的味道 仿干贝的味道 因为它就是鱼酱制品 它没有什么味道 对 所以鱼板吃起来有鱼的味道 根本就跟鱼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五个是漂白剂 为什么漂白呢 一白遮三丑啊 食物也是有这样的概念 是吗 我个人觉得我看到防腐剂 我最不害怕了 你说这边防腐剂最不害怕 因为防腐剂有使用的限制的量 可是其实现在大部分都不用防腐剂 这点我们同意 所以很多都改成就是品质改良剂 它就兼具防腐 可是因为每个改良剂啊 它的那个量啊 有些是没有特别说限制不行 所以反而其实我自己看到产品 看到防腐剂 我最安心 因为你大概知道它一定会 这些东西反而是最少的 这么的斤斤计较在讲添加物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说 到底这些添加物 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危害 为什么我们那么希望 能够朝向一个这种 减少添加物的健康生活迈进 这些食品添加物这么多 到底最后有没有交叉物的影响 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肯定 这个也放磷酸盐 那个也放磷酸盐 都在安全范围内 而这么多通通在一起 最后肿磷酸盐 到底有多少 不晓得多少 然后接下来这个磷酸盐 它会直接就被人体吸收 会跟钙质去对抗 喝了牛奶补充钙 但是我吃了好多加工品 其实那些的磷酸盐 会影响到我的钙的吸收 那有些是很明确 比如说像人工色素好了 就是说像在欧洲 他们就是建议要标注 就是说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过动 这些的概念 刚才说的就是二氧化硫 它其实会有些人 他会容易就是敏感一点 他就容易拉肚子腹泻 可能气喘的孩子 可能会被诱发气喘 你如果都是原型食物居多 你这个风险都很小 可是如果你天天都在这些 高风险里头 我们就也没有办法评估了 这样子 其实慢慢他们现在也在去看 就是说肠脑 就是肠跟脑很有关系 他们就会发现 吃太多食品添加物的小孩 似乎就是肠道是不对的 对 俊虫是不对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 并不是食品添加物 而是这些孩子相对 他吃天然的食材少 所以可能植化素也少 纤维也少 所以造成肠道不平衡 我以前也会觉得没有添加不好吃 当我后来发现有时候真食物跟 这个加工品还是有差 我最近买了一个萝卜糕 他就真的就是有萝卜在里头的萝卜糕 太棒了 对 我老公就是过了几天 他就买了这菜市场 一般的 三个小孩没有人买单 我就跟我老公说 你自己吃掉 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他对 为什么 因为当有蒸萝卜的时候 口感比较软 会带一点萝卜的清淡香气 你要比较 你有比才会知道差 不比 他永远都是吃这个食物 他就不知道原来 什么叫做这个味道 看成分表 这个认证的标章 请问成分表要怎么看 第一个一定都是他最多的原料 剂量 剂量 面包好了 面包类的东西 你很爱这个手套 就是他最基本 比如说他就一定有馒头的面粉 糖 豆沙 这是三个最基本的原物料 那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盐 那我就会说 那这是最基本款 你就不要算它了 后面开始你就去数 后面大概有多少的添加物 如果越少就是越好 几种以内算少 一般我都会说十种以内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 比如说调味料 调味料一展开 可能就有很多种了 比如说我举例肉松好了 肉松其实它本身 你看有些厂商 猪肉酱油盐 然后调味剂 但那个调味剂一展开以后 就会有一堆 对 但是其实想说那都很微量 比较困扰的是像这种 没有标示 这种判断上很困难的 今天我们聊的东西 其实范围 虽然只是讲食品天降 但其实最大的 整个把概念拉开 是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我们现在自己本身 我们要去认识食物 它原来本来的样貌 对 希望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艺术 这样生活的态度 来跟各位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